欢迎来小小生,我是喜耀 陆兆福只是表达了自己讨厌马华 马上就引起了一众的马华领袖在围殴他 像是这个马华吉他州的主席就讲他 背弃了这个原则 或者是黄日生讲 只有马华是坚定的为华社斗争 行动党都是见风的使舵 所以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陆兆福不喜欢马华 现在才突然间很愤怒这样 然后各种各样就是踩行动党捧告马华 一直这样的事情 无限个人都在做着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当然知道 大家对于这个行动党是有一些怨言 之前一些这样的承诺做不到 但是我要大家仔细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马华真的是有在坚定的 为华社华教争取斗争 然后都是行动党在什么 见风使舵 我们举几个例子 马华很喜欢去攻击行动党的 这个同考 你们讲到现在也没有承认 但是你要知道同考这样事情 是谁拿了几十年 然后一直当城市卖给选民的一个这样子的荒子 这件事情你骂行动党 但是你想想看 陆兆福当时候加入了行动党那个期间 30年前 马华就在讲这个课题了 20年前 10年前都在讲 所以真的是所谓的行动党见风使舵马华坚定不移的往前走吗 或者我们讲说呢 你骂说这个行动党呢 只是允许这个诈欺 让他什么DNA 但是当时候是谁包容了纳吉的这个贪污腐败 然后静静的不出声 马华 OK 接下去还有什么样的课题呢 像莱纳斯 人家也会骂行动党呢 尽尽允许莱纳斯污染了整个马来西亚 马华当时候呢 马华当时候是谁 第一个纳吉时期让这个莱纳斯来到这边去设厂 所以我必须讲很多的课题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华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 可以直接大言不惨的站出来呢 讲说行动党就是讲什么见风使舵 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往前走 你要想看陆兆福其实讲这番话 他讨厌马华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背景 是在他17岁的时候 OK 意思是讲30年前 他今年47岁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马华当权 OK 而且当权很久 所以那时候陆兆福加入行动党呢 他还是属于弱势的这个反对党 在那一个时机点 其实他就已经认为 这件事情是他想做了 OK 而且有非常的奇怪吗 就是陆兆福讨厌马华 那么马华也就讨厌行动党吗 何必呢 在听到这样事情 第一个撒纳呢 就马上好像心里很急呢 就一定要踩地人家 然后捧高自己 我认为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的 当然讲到这一边呢 你可能认为 你一定是又在洗地什么东西 其实我都理解大家的 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 跟我一样 我认为现今的这个行动党呢 确实有很多事情是没有符合他们之前的 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了 所以呢很多事情他们像是这个近期闹得飞飞扬扬 种族极端的这样子的事件 阿克马的事件有发言 但是我们认为不够 行动党有事实得一席 为什么呢可以让巫统呢 那边一直在嚣张 一直在把这个社会弄得动乱不安 但是这并不构成了马华出来嚣张的一个理由吧 最基础的问题就是近期的这些社会动荡问题 假设是由巫统搞出来的 是由阿克马弄出来的 难道作为盟员党的马华 你们没有责任吗 你们真的可以双手一摊呢 真的把自己当成是反对党的后 一直在那边把手指指向别人吗 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呢 是有一点点不符合情理的 OK 所以聊回来了 这次呢 陆兆福他表达他讨厌马华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马华其实没有真正的 在为整个华社或者为国家真正在斗争 他将说呢 他喜欢可以接受国证 OK 但是他只是讨厌马华 这一点坦白讲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也是场面的话 你讲他真的喜欢巫统吗 未必 Anyway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忠告要给予陆兆福的 就是想想看30年前你17岁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讨厌马华 你不加入马华 那个核心的理由 你觉得呢 可能马华不作为 马华有很多事情呢 没有符合华社的情绪 那套回来30年后的 现在的行动党的这个位置 我最希望的事情是呢 陆兆福不要成为以前自己讨厌的那一个人 什么意思 如果你觉得30年前你讨厌马华的核心理由是因为他不作为 其实呢 他都是一群大官线要在做 都是为了官职 那30年后 行动党有没有办法破离这样子的一个斗争 有没有跟30年前的马华呢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区隔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陆兆福 现在呢 既然你都讲说 30年前开始 你就已经笃定 自己不想加入这样的政党 那30年后 我们非常的希望呢 你的这个政党 行动党 不要成为你讨厌的 那一个政党 就只能讲到这里 OK 这期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